瓦利斯貝林 2016 總統立委大選登記作業 邁入第二天 民進黨三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瓦利斯貝林 上午10點前往南投縣選委會完成登記 在選委會門口 就收到當地民意代表及支持者歡迎 並幫瓦利斯貝林造勢 瓦利斯貝林 動選 瓦利斯貝林先生完成第九屆立法委員 三地原住民選舉區候選人登記 瓦利斯貝林 第八屆三元立委選站 最後高票落選 但可以看出有基礎選票 目前全台原鄉地區已經成立67個後援會 加上這次情跑部落宣傳參政理念跟博感情 他有信心可以慎選 那現在我們已經組織了67個各鄉的後援會也完成 所以這樣的一個模式呢 過去所沒有的 那我相信這一支民進黨在上地原住民 慎選的機會非常的大 瓦利斯貝林要求國家造成原住民 所有不公平之處要進行道歉 提出往後政府需族群主流化 強調這些願景在蔡英文總統參選政見中 都有清楚表達 希望獲得選民認同 記者No 南投市採訪報導 希望會選民認同 內容